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共政權 算是末日期 末日現象 現在看到的很多都是末日現象 就是他用社會主義全球化 要把國內的壓力危機轉出去 分散出去 讓別人一起來幫他背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西方恰恰相反過來 要把普世價值 資本主義跟他的普世價值 向全球去推廣 那這裡的差別 現在的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西方的精英跟他的普羅大宗之間被撕裂 社會撕裂 所以川普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當選 美國有一個社會撕裂 台灣也是 因為台灣有社會撕裂 所以一般年的時候 韓國瑜才會當選高雄市長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國際形勢的變化 追蹤到各國國內的情況的話 就是要去面對跟特別去注意 社會撕裂問題 你去回顧一下小英政府 在一般年的時候 有一些政策好像有民怨 那就是因為打到社會下層 包括年金改革 包括一利益休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特別注意 那個社會撕裂問題 所產生的政治效應 薛老師我追問一個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聽 是不是有點像 恒大有點是 中共借這個機會 就讓恒大去背它的 一個經濟結構的一個鍋 這個問題談起來比較大 因為這個要下一次再談 就是說中共的量化寬鬆 這個貸款給開發商 去跟地方政府批地 然後地方政府的債務就減輕了 然後債務換成開發商來背 然後貸款給購物者去買房子 然後後來開發商的債務 再轉給這個購物者來背 所以量化寬鬆的結果造成了 那個房地產失業的興起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 恒大這樣的危機其實也是在 為操作過度的這個量化寬鬆來背過 是 好的 一分鐘 三藍師 對 那個按照那個 我們今天講的恒大集團的那個危機 基本上這個經濟問題 政治解決是肯定的了 我相信它是用海航模式來去處理 大家可以密切關注 整個來講 習近平的大戰略是對內權鬥 對外擴張跟備戰 就是毫無疑問 雖然他在聯大的演講 信誓旦旦的說 過去沒有 今後也不會 侵略欺負他人 不會稱王稱霸 但是這種說法找誰相信呢 美國也沒有真的立即堆嗆 但是美國也一如既往的 口講和平 手講實力 我也相信那個吳老師的說法 那也不認同新冷戰 因為你講到這個詞 就變成說你套牢在一個觀念裡面 所以美國要有一個 比較彈性的事情 但他為什麼要跟中共要合作 氣候變遷跟終結疫情呢 中共正是中共病毒的散播國 那為什麼說還要終結疫情 要跟它合作呢 你看川普最近講說 95%的機會 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 洩漏出來的 所以我相信拜登有這個底氣嗎 美國人能夠覺醒嗎 這個是我密切關切的焦點 病毒的溯源跟究竊 好像後續會怎麼做都還不知道 對 沒錯 好了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 今天的分析 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新聞大破解我們週三五再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呢 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 我們